前面我们讲了request的非常基础的一些用途 比如说发送一个请求 发送带header的请求 发送带参数的请求 那么下面我们要学习request的更多的一些工具 和更多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发送post的请求 那么发送post的请求的时候 大家就需要知道 在哪些地方我们需要使用request的模块 发送post的请求 对吧 昨天这个问题我们也提过 所以现在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增速注册非常简单 对不对 我们只需要在封表达那个地方 发送post的请求 我们的数据都在请求体系里面 不会放到URT的里面 这样相对来说就更安全一些 或者说当我们传送大文本的时候 数据内容非常大的时候 我们也会选择post的请求 那不然的话我们URT的太长了 所以说在这两个地方 我们也是一样的 会在我们的这样一个代码里面 在我们的扒通里面 需要去模拟弹器发送post的请求 那么到底一个post的请求 该如何去发送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他发送一个post的请求 非常简单 和我们发送各个请求来说的话 无非就多了一点 哪一点呢 如果这个post的方法 这个方法不算的话 多了这一点 就是data这一块 那为什么会多data这一块内容呢 我们知道一个post的请求 不光我们要往哪个URT 发送post的请求 我们还需要带上 我们需要post的数据 对不对 那我们需要post的数据呢 就是放在这样一个data里面的 这个data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header params一样 它也是一个字典的形式 能理解吗 也是一个字典的形式 那这样就有一个问题 这个字典 它键是什么 指示什么 对不对 那么关于键是什么 指示什么 这个话题呢 我们通过下面这个例子 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百度翻译 这个地方 百度翻译的前面我们也提过 它是发送post的请求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这里 翻译一点百度 没有网了 点击一下检查 检查network这个地方 这是干什么呀 这是抓包 我们昨天讲过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输入一个单词 hold up 大家看到当我输的时候 这里有一堆的请求 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这些垃圾的请求 我们不想看 对吧 那么可以把点这个按钮 这个按钮 就是cleanir 就是清除当前 下面的所有的请求 然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当我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原来其实刚才一件 什么事情呀 是不是发送了一个请求呀 那么可以把刚刚之前的内容 全部清空掉 然后再来点一下这个按钮 有这些请求 对不对 那这些请求里面 肯定有一个请求 对呢 是把它 转化成它的 这样一个请求 对不对 返回结果里面 肯定是有离好这两个字的 对吧 那么现在我们就需要干什么呢 去寻找哪个请求 才让我们真正要的那个请求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如何去寻找 哪个请求 才让我们要的请求呢 方法非常简单 从前往后看就可以了 我们先看第一个 第一个这个地方 这是UR地址 对不对 这是一个post的请求 对吧 然后post的请求 我们看一下 它post的数据在哪个地方呢 就在最下面 这个地方呢 有个form data 看见到吗 这是我们 就是我们post的数据 它也是用march格开的 march前面的 这个内容 march后面是个内容 大家这个时候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说 我把它放在个字典里面 毫无疑问 这就是字典的件 这就是字典的值 而现实也确实 就是这个样子 请求体在最下面 那么看一下 它的响应是什么样子的 响应在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什么内容呀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这个节省 对吧 千万不要说 它是个字典 它肯定不会是个字典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使用request 或者方式请求 得到结果 要么是bystand 类型的字符串 要么是str类型 字符串 它永远都是字符串 不可能是字典 对不对 那只不过什么呢 它看起来好像一个字典 那所以说 经常我们把这些 看起来像pystand 类型的这种字符串 叫做节省字符串 它看起来像字典 所以它是个 节省的一个字符串 还有很多东西呢 可能看起来像个列表 但其实它是个字符串 那它也是个节省字符串 那对于这种节省字符串 我们想要转化这pass类型 该怎么转化呢 节省nose 节省dumps 反正就这两个方法 你也不用记得它 不是nose 就是dumps 试一试就出来了 对不对 那但是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面是没有理好 这两个字的 对不对 那说明它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再看一下它 它是没有想要的 不用管 它 gif 这个图片 对不对 看起来吗 这也是个图片 这是个图片 图片图片图片 只剩下这一个了 对不对 所以后续呢 大家在看这个urg的时候呢 遇到有gs cs图片的请求呢 都不用管的 我们只用把gs cs图片之外的其他请求 找一找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呢 毫无疑问 也是一个节省 对吧 这个节省太长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点这个preview 这个按钮 preview这个按钮 相当于是对质的 jason字幕上呢 做了一些预览 我们来看一下 或者做一些格式化 我们来看一下 格式化之后的内容 是这个样子 首先 格式化之后 这整个东西呢 是个字典 对不对 这字典里面呢 有这些键 哪些键呢 分别是dict result 这个键 以及这个键 这些键对的值 又是什么呢 这个键对的值 是个列表 这个键对的值呢 也是个字典 但是它没有往前展示出来 我们只用展开它 就可以看到 这个当前这个字典里面呢 对应的有两个键 一个键叫double 一个叫single double对应的值呢 是一个字符串 single对应的值呢 也是个字符串 这个只不过 这个字符串里面呢 欠套了一些东西 对吧 那么 trans result 这个最大的这个字典里面呢 还有另外一个键 叫nogid 对应的这块数字 对吧 还有另外一个键 对应的是trans result 对应的也是个字典 展开之后 trans result对应的这个字典里面 也有这些键 这些键里面分别是data 或者说是这些内容 对吧 比如说data 它是一个什么呀 对应的是一个列表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展开 展开之后 这里面有个0 这个0是什么呢 表示是这个列表的第一个内容 第一个元素 对应的也是个字典 这个元素呢 也可以展开 里面有这样几个键 比如说result这个地方 也是个列表 列表也可以展开 第一个元素是它 比如说它呢 也是一个列表 也可以展开 它里面有两个元素 分别是0和1 加起来就是2 一共两个元素 第一个元素是它 第二个元素呢 是它 对吧 这是如何来使用previo 帮助我们去观察 这个response里面 到底有什么内容 大家会用的吗 不会用对吧 不会用没有关系 我们再来看一遍 首先这整个的是一个字典 对吧 就和这里一样 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个 接寸字符串 重用的字典之后呢 就这个样子的一个字典 这个字典里面有很多键 哪些键呢 就是分别是这几个键 这四个键 看见到吗 这四个键 这四个啊 分别是这四个键 在这个地方 对吧 那每个键对的类型 我们可以通过 看后面是方括号 还是字典就可以看出来 如果它是方括号 它就是列表 如果它是字典的话 就是大括号 对不对 比如说它这个是字典 那既然它这个字典 那肯定里面又有键对 对不对 那有哪些键呢 展开就能看见 它有这两个键 对吧 那这个也是一样 它是个字典 也对内有很多键 展开就能看见 对不对 它有这些键 data domain form from 这些等等 都是它的键 对不对 那比如说 这个对呢 是个列表 对不对 方块是个列表 那既然是个列表 它很有多个元素在里面 那到底那几个元素呢 也是一样的 展开就能看见了 这是第一个元素 一共就一个元素 所以这里写的是0 比如说这个呢 它有两个元素 写的是0 还有1 对吧 如果它有多个元素的话呢 这边就是往下排的 这个样子你们看出来 如果说大家看这里 仍然是看得非常的不习惯 可以怎么办呢 把它复制一下 这是个Jason 那既然这个Jason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对它做一些 格式化的操作 Jason在线解析工具 我们随便在网上找一个这种 Jason在线解析的工具 然后呢 点开它 然后粘贴进去 然后点一下校验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发现 它是不是就格式化了呀 格式化之后 变得好看了一些 但是呢 还不够好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这样一个 Jason字符串 虽然它当前那时候比较短 但是我们仍然看得非常短 我们不清楚这个double 和最上面的translator 是什么关系 它是属于translator下面某个字典的呢 还是个translator是并念的呢 是不是看起来不方便呀 那有没有更方便的方式能看呢 这个方式呢 就相当于什么意思呢 我们如果说能把这个字典 做一些折叠 跟我们折叠代码一样 把它折叠起来 那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那这个方法呢 这个东西呢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autom里面去用 那比如说我们定一个叫a.jason 或者叫翻译.jason 粘键过来 也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我们可以用一个插件 插件的叫做 prettyjason这个插件 pretty一下 就这个样子 和刚刚一样的 对不对 那只不过呢 它可以折叠 来看一下 折叠之后呢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非常清楚能看见 当前这个字典里面 就这样四个键 对不对 这个键对于这个字典 也可以展开 展开之后呢 也是一样可以折叠的 我们也能看得非常清楚 这个字典里面 都是什么内容 对不对 这个字典里面 是什么内容 都能看得非常清楚 对吧 这个工具 是autom提供的 可能对同学想 我不想用你的autom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用pycharm 也是可以的 那pycharm该怎么用呢 也是一样的 我们把刚刚那段 jason复制过来 我们新建一个 就拿它 这个翻译点jason来说 粘贴在这个地方 它是一行 对不对 不好看 不好看的话呢 我们可以点这个code到这里 还有一个快捷键 叫做 有个方法叫做 reformatcode 格式化代码 点一下它 是不是也格式化了呀 格式化之后也是一样的 这里可以折叠 看到吗 但是呢 必须是我们定义的 这个jason文件 它才可以折叠这种jason 明白吗 折叠之后呢 也是一样可以展开 展开中间呢 也可以折叠 但有个问题 大家可以发现 你们的中文呢 没有显示出来 显示成的unicode这种形式 对吧 这确实是 这个pycharm 在这个地方 把我们格式化代码的收来 一个比较操短的地方 它做不到 把中文转化成中文 但是转化成这个样子 我们已经足够知道了 虽然说我们看不是特别清楚 那如果说我们还想知道 这个dst对应的内容是什么 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复制它 复制它之后呢 我们知道它肯定是个中文 对不对 不然博显这个样子 我们放到ipasson里面 回车 就能看见它 是中文了 是吧 后续大家遇到 这种unicode字符串的时候呢 不清楚它是什么的时候呢 也是一样的 把它放到ipasson里面 就可以知道了 那这是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呢 关于刚刚 code这个地方 reformal code呢 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格式化 我们的json这种内容 还可以帮助我们格式化 html 格式化 gs 都是可以的 比如说 我们觉得这个html 可能 它里面有些 某些东西呢 不是特别的规范 点一下它 就内容比较大 所以它现在有点卡 那格式化之后呢 就变得更好看了一些 大家刚刚应该能看到一些变化 就是这个样子的 比之前变得更好看了一点 那除了这种之外呢 还可以重点的是帮助我们格式化 我们自己刚刚写的代码 那比如说我们刚刚写的代码 这个屌样子 可能比较丑 对吧 可能某些地方呢 我们空了很多格 对不对 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reformal code 怎么样 看到了吗 像那种换行 空格 不管是四伏串两面的空格 还是等号两面的空格 还是这个方法跟方法之间的换行 它都能够帮助我们 注意的非常好 注意的满足 P1P8的规范 所以说在代码里面 如果遇到空格 我们不知道这个多少方面 到底该空格的 还不该空格的 这个等号方面 到底该空格 还不该空格的 我们不清楚 对吧 我们也不用管它 因为pychum能够帮助我们 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只需要用一下 code这个地方的 reformal code就可以了 当我们写完代码之后 点一下它就好了 那刚刚给大家讲了一通 一通是帮助我们 如何去观察 这个响应是个节省的时候 如何观察里面的内容 那现在呢 我们会观察里面的内容 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 这个里面是包含的 有理好两个字的 对不对 那说明这个结果 是在里面的 对不对 那在里面的话呢 那说明这个内容 就是我们想要的 那个URL地址 对吧 发送关于这个URL地址 一个post的请求 传上对应的参数 我们就能拿到 对应的数据的 那这个post的请求 它写在的数据 是什么样子的呢 是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这里面呢 有这些数据 对吧 那有这些数据 我们看一下 from 我们可以猜一下 猜是什么 to是什么 这是什么呀 这是把英语翻译成中文 对不对 那query呢 query呢 就是这样一个 我们刚刚翻译的内容 对不对 那比如说我们翻译 你好 这个中文的时候 它这个地方 HOLL肯定变成你好了 那transtype呢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 还有这个 也不清楚是什么 他也不知道是什么 他也不知道是什么 这时候该怎么办呀 这好几个数据 我们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该怎么办呢 有没有同学想过 是不是可以把它给删了呀 说明他可以不要呀 对不对 我们不清楚他可以要不要 我们现在不知道 对不对 如果他不要的话 我们只用放这三个数据就好了 对不对 如果他要的话呢 我们再说 对吧 那么现在呢 关于这个删的这个过程的假设 我们等一下在代码里面再来看 假设他是必须得要的 如果他是必须得要的话 我们得找这三个数据 是怎么来的 对不对 那么在我们找这三个数据 是怎么来之前呢 我们先要确定一点 就是三个数据 他会不会变 如果他压根就不会变 他永远不管什么情况下 都是这三个数据 那我们压根就不用管他了嘛 他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放到代码里面去 还是这个样子 照着他写就完事了 对不对 这个键这个值 这个键这个值 对吧 那如果碰到他会不会变呢 我们再重新来 翻译另外一个内容就好了 对不对 比如说翻译一个 人生苦短 我用python 用python 点一下翻译这个按钮 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呢 一堆的请求 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是不是非常不方便啊 我们可以点一下 这个小楼斗 这个工具 在这个地方呢 有个filter 这个框框里面呢 我们会输一些东西 那输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输入VR 大家看见了吗 和VR不相关的URL地址 不包含VR的URL地址 全部没了 只剩下VR的URL地址 对吧 这是一个过滤 看见了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最开始我们看到 第一个VR刷刷API 它的结果 里面这个字段 是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那么看一下 刚刚我说人生苦短 我用Python址是最后一个了 对不对 它里面呢 HomeData是什么样子的 Transtype变了吗 没有 它3变了吗 没有 它变了吗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4385 这是5108 对不对 变了 对吧 那么看一下后面 Token 这是949DA 对吧 这地方呢 949DA 它好像是 没有变的 对不对 它Token没有变 就这个Sign在变 那个Sign呢 我们也可以按照 刚刚的思路 它可能没有用 对不对 我们不要它 那最后时候呢 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PyCharm 新建一个P1文件 做一下这个事情 我们要实现一个 翻译工具 通过我们的代码来实现一个 翻译工具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是一样的 就相当于要发送一个 破试请求嘛 给这个UrG发送破试请求 就完事了 对不对 我们来做一下这个事情 尼三 就是翻译 也是一样的 import一下request 这个代码比较简单 我们直接就从上往下写 首先我们把headers内容 都给它准备好 准备好之后呢 我们来发送一个Post的请求 比如说把headers拿过来用一下 这是我们的headers headers有了 我们还需要一个data 对不对 就是我们Post的数据 Post的数据呢 是一个字典 字典呢 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知道 mail前面是键 mail后面是指 对不对 把它放过来 翻过来之后呢 我们要对它做些处理 对吧 会用快捷键吗 PyCharm的 可以改一下 PyCharm里面好多快捷键 会让我们代码写的更快一些 比如说我最喜欢的快捷键 就是跳到行手跟行尾 我把它设置成了 Ctrl A跟Ctrl E 当然这是在mark下面 就是这个样子 很多变形器呢 我是把它给 Ctrl这个按钮呢 和大小鞋 那个按钮呢 换了一下位置 因为我觉得按在那 更舒服一些 大家也可以来尝试一下 这是我们Post的数据 对不对 那Post的URL地址 我们也可以来尝试一下 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把它复制过去 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我们再使用Request Post的就好了 对不对 URL 就是Post的URL 对不对 把它放进来 就是Post的URL 还有Data 就是等于Post的Data 对不对 Headers 等于Headers 对吧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用R来接受一下 我们等于它 对吧 我们Print一下这个R 刚刚呢 我们是非常清楚的 这个地方肯定是会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Sign肯定在变 对吧 还有Token呢 有可能在变 它没变 我们刚刚看到是没有变 对不对 我们先跑一下这个程序 假如这样做一下 看可不可以 Response200 我们看一下R点 Content 加Decode 它虽然是200 并不代表一定就有内容 对吧 Error 997 对不对 错了 不行 对不对 那这时候要怎么办呢 我们刚才也说了 是不是下面这三个字段 就压根可以不要呢 再跑一遍 一遍是错的 对吧 那是不是下面三个字段 可以不要 而是我 不是下面这个地方问题 而是我们Headers 在的不全呢 对不对 是不是我有可能 什么Headers都在不全呀 那么Headers都在不全 那么就应该 把更多的Headers 放进去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一堆 Copy这一堆也放进去 对吧 是不是可以做这样一个操作呀 这样一个尝试呀 因为我们不清楚 到底是哪个地方 导致我们拿不到内容 但是呢 这个地方问题不在这 而就在于 下面的 这两个字段 一个是Token 一个是Sign 那Token这个字段 在哪呢 Token这个字段呢 很多时候 我们需要找 那从哪找呢 它有可能通过GX生成的 有可能就在 当前有了一个词 对面响应里面 我们昨天是不是说过 这个话题呀 数据 如果在 哪个地方寻找 我们昨天是不是 讲过这个话题呀 它有可能就在响应里面 有可能是通过GX生成的 有可能通过GX 凭空生成的 有可能通过GX 通过某些字段生成的 是不是昨天时候 讲过这个话题呀 那我们来找一下Token 就在这里来搜一下 然后我们发现了 Token呢 就在这里 对不对 是不是 949DA 949DA 是不是就有它呀 那Sign呢 是不是也在里面呢 不清楚 我们来搜一下 大家猜在不在里面呀 肯定是不在的 对不对 那么看一下 Sign没有对吧 那没有该怎么办呢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猜了 Sign可能是通过GX来生成的 对不对 而且我们刚刚也看到了 当我们数不一样的那种时候呢 这个Sign的值 Sign的值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我们在这里数的是 找一个哈 我们说的是这个内容 是不是 然后它三重是389360 对不对 当我们说人生扣档 我用python的时候 是284385 对不对 那下面我也说的是 人生扣档 我用python 它依然是284 345 对吧 说明根据我们的数内容不一样 这个值是不一样的 我们数是什么 根据这个值呢 来计算出来一个结果 放在这个地方来了 发现了吗 而这个值呢 也关键非常关键 它可能通过GX生成的 那现在呢 我们还不会来用GS 我们也不想去看GS 或者我们觉得分析GS太麻烦 那有没有别的方式 来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呢 通过百度翻译 实现一个翻译工具 有没有别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前面是不是讲过 在讲 我们买火车票的时候 在讲 爬微信公共号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说过呀 有什么方式呀 不要刚正面对不对 这个电脑版的 我们发现有些字段不好整 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呀 看手机版的对不对 那我们点一下这个按钮 切换到手机版 重新来刷新一下 我们发现呢 好像没有东西 为什么没有东西呢 因为我在那里说了一个VR 对不对 它过运掉了 对吧 去掉之后 我们把它清空掉 然后呢 我们在那点一下这个 没有地方点 没有地方点 对吧 这里是有地方点的 这里有个翻译 对不对 我们把它清空掉 然后呢 点一下翻译这个按钮 也是一样的 这里有一堆请求 像技术这种 我们都不用管 只剩下了三个 对不对 nong detect 看这个名字 就可以猜出来 它是干什么的 刚刚我们也看过 语言检测 对不对 nong detect 简测出来我们是中文 对吧 那后面这个技术 不用管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好像有一堆内容 我们去看下是什么 点一下preview 然后呢 我们点一下这里面 好像这里面 是不是就有我们翻译的结果呀 nif is short 有这python 对不对 是不是就翻译之后的内容呀 那说明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东西 对不对 那这里面是什么呢 我们也去看一下 这里面好像也有长串 但是这一长串里面呢 并没有我们想要的内容 对不对 那就是呢 我们可以知道 它就是我们想要的 这样一个URL地址 后续呢 大家可能会 在刚开始写发生的时候呢 会花一些时间 在寻找URL地址上面 这是正常的 方法非常简单 我们从前往后找就可以了 遇到GS 4S的图片 都不用管 就管那些 不是GS4S的图片的内容 就可以了 我们看到这是URL地址 这是POST的方式 请求方式 对不对 这是请求的字段 这个时候发现 是不是非常干净呀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程序 是不是现在更加容易了呀 那我们先来写一下 先前一个py文件 04 翻译 点py 那我们也是一样的 非常简单 imput一下request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headers内 对于那种准备好 那headers 对于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headers 拿过来用一下 那么post data 也准备好 post data是什么呢 是这里的 这对字符串 对不对 放进来 组成一个字典 然后呢 还有post的URL 对不对 post的URL地址 也拿过来用一下 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那么发post的请求了 就是request 这儿post 对不对 然后呢 把URL地址传进去 就是post的URL 然后呢 data等于post的data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的headers 等于headers 对吧 这大家都会 我们用R来接受一下 我们来打印一下 这个R 叫content 叫decode 对不对 然后跑一下程序 看一下结果 是不是有 是不是有内容了呀 看一下这个地方 人生空谈 我用python life is short I usepython 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这是个json字符串 对吧 我们要把它转换成字典 提取里面内容 该怎么提取呢 是不是要import json呀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使用json.lose r.content.decode 是不是可以这样子来做呀 那就转换一个字典了 对不对 我们digit.ret等于它 转换成字典之后呢 我们要提取 这个字段里面内容 该怎么提取呢 它是在哪呢 是不是在trans里面啊 那ret就等于digit result 就ans对吧 那么再取它的 什么呀 这是个列表 对吧 它在列表的第0个 对不对 写个0在这 是不是就好了呀 那它又是个字典 在里面 dst这个件对于的值 是不是就是内容呀 所以我们再取 dst 是不是就好了呀 这就是我们的结果 那我们ret一下 那我们把前面的这个 注释起来 这个就不要了 是不是就结果就有了呀 后面这段内容 是吧 但是现在呢 我们一直在翻译 这一个字符串 我们想要实现的是 我们输入什么 它就翻译什么 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所以这里就不能要它了 对不对 不然要它 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使用input 对吧 在前面用个input 接受用户输入 输入完了之后呢 我们把它翻译出来 对不对 那么除了input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使用什么呀 SYS 对不对 命令行参数 是不是也可以的呀 那input这个方法太多了 我们就用一下SYS 带大家一起回顾一下 命令行参数 SYS有个ARGV这个属性 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的呀 如果单纯的我们在终端里面执行这个代码 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的呀 我们来可以看一下 python04 首先它是一个列表对不对 列表里面有个值 这个值是什么呀 就是py文件的名字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们在后面写个1 写个2 写个3 这结果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好像就是按照这个空格 把这个内容呢 分个开了 python后面这个内容呢 作为了这个SYS 有点几乎的这样的结果 放到一个列表里面去 按照空格 分别是第一个值 第二个值 第三个值 第四个值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们想要在后面写个 人生苦短 我用python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取这个内容 该怎么取到的这个内容呀 是不是在SYS.ARGV这里做一下 列表的操作就好了呀 那应该取什么呀 取0还是取1呀 取1对不对 因为0是什么呀 0是py文件的名字对吧 看到了吧 0是py文件的名字 所以我们要在这取1 那这里就是 比如我们叫它 chorysdream 等于它 那下面呢 我们把这个注册打开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chorysdream 放到这个地方来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那这个地方呢 是把中文翻成英文 对不对 我们来尝试一下 人生苦短 人生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1号 是不是就这个样子呀 能看出来吧 那么这个样子呢 仍然还是太丑了 我们想做的事情是 我们在中端输入一个翻译 写翻译两个字 然后加上汉字 比如说 今天天气 不错 然后它就对应的 能把这个结果给翻译出来 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呢 相当于我们希望翻译 代表的是 python04翻译点py 对不对 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呀 是不是就要用 alice这个命令呢 alice用过吗 alice 它相当于能够 给某些命令呢 给它取另外一个名字 对不对 比如说我可以把 python04 -py 翻译点py 取一个名字叫翻译 你解吗 那到时候我们输入翻译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输入的是它 那这事情可以在哪做呢 我们可以在 我们的bush.rc里面做 那我们的bush.rc在哪呢 是不是在后面目录下 有点bush.rc呀 是不是 v12下面 window下面是没有的哈 那在我下面是zshrc 我们去看一下 最下面 我写了一个alice翻译 然后呢 我把这个内容给改了 20 这个名字呢 就叫 04翻译 -py 是不是这样就写好了呀 那倒数了 我们在这里输入翻译的时候 其实输入的是这长段内容 对不对 那这里大家需要注意的 我这里写的是 绝对路径 对不对 那为什么要写绝对路径呢 因为 我们 如果只写个04翻译点py 它是找不到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绝对路径写上 就执行这个目录下的 这个py文件 然后加上这个 我们要翻译的内容 放到后面就可以了 对吧 那么除了这一点 大家需要注意之外呢 还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等号前面跟后面 是没有空格的 有空格 是会报错的 alice这个名字 等号前面是没有空格的 然后保存一下 然后保存之后还没完 我们还需要source一下 就是run 这个bush.rc里面 那种生效 那生效之后呢 我们再翻译 天气 不是非常不错 是不是结果就出来了呀 看一下这个地方 看一下这个地方 我们相当于是不是在我们的终端里面 就实现了这样一个翻译的工具 我们用了百度翻译的接口 做了这样一个事情 对不对 这个事情的sno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只是发了一个破错请求 就完事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大家想象一个问题 我们当前只能够把中文翻译成英文 对吧 那如果有一天 我们还想把英文翻译成中文 该怎么办呢 我们要把from改成en to改成zh 对不对 那我们每次 我们要 在这写翻译的时候 我们还应该在这里 手中的改下代码吗 是不是很费劲啊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让程序 根据我们说的内容 自动来判断呀 那如何根据 如何让程序 根据我们内容 自动来判断呢 如何让程序 根据我们内容自动来判断呀 这个时候大家应该想的是 浏览器是怎么做的呢 对不对 浏览器它是怎么知道 我说的是中文还是英文的呢 它是怎么做的呀 是不是发了一个请求呀 讲的课是不是不太好听呀 大家在睡觉呢 可能太简单了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 浏览器是怎么做的 浏览器在这个地方 发了一个请求 叫non-detect 看一下吗 我们刚刚提过 对不对 它能够判断出来 当前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内容是 中文的 non-ch 那可能有同学讲 我自己通过代码 不用发请求 也能判断出来 到底是中文还是英文的呀 对不对 比如说我通过它的 把它转化成这个对应的 通过对应的那个 叫什么在这 阿斯科玛对应的值 是不是可以判断出呀 它对应的是一堆数字 对不对 那么比如说中文对应的数字 可能比较大一些 对吧 那么英文或者字母的 对应的数字呢 可能比较小一些 对不对 我们通过它能判断 但是这里呢 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可以发现 比如说刚刚我发现那个内容 人生枯段 我用python 这里面既有中文 又有英文 对吧 那到底是应该 是把这样一个内容 翻成英文的 还是翻成中文的 我们不清楚 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判断 但是不用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百度 它知道如何判断 它是把它 决定把它作为中文的 那我们不就把它作为中文 百度把它作为英文的 我们就把它作为英文 用浏览器 就是这样做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只需要 调用一下这个接口 来判断一下 我们说的内容 到底是英文 还是中文 就可以了 对不对 然后如果它这里是英文 我们就把from改成en 如果这里是中文的话 就把from改成zh 是不是呀 相当于我们要做的事情 是在这个代码记录上 重新的再发一次 关于语言检测的一个请求 对不对 那这个事情呢 大家在今天晚上 和明天 后天 休息的时候呢 来做一下 这是大家的作业 大家做的时候呢 就把它写成 面向对象形式 把这个作业写完 大家最开始写的时候 其实没有必要写着 面向对象形式 就跟我这样 从前往后写就完事了 因为这个时候呢 可能大家 更容易接受一些 那写完之后呢 大家还有时间 就可以把它改成 面向对象形式 那改成面向对象形式 之后呢 还有时间 也可以来把这个代码 改成面向对象形式 这个代码呢 我没有写的 没有写成 面向对象形式 因为它太简单了 作业 大家税过去了就算了 没有说过去的 就写一下 那这就是我们 关于Request的模块 发送Post的请求 这块内容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各的请求 其实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 掉了Post的方法 然后呢 再有一个请求体而已 对不对 请求体是个字典 这个字典呢 是在我们抓包的时候 在headers的最下面 一个叫formul data里面 但是这里大家 也需要注意到 并不是所有的Post的请求 这个地方字段 都叫做formul data 有可能它是 它仍然是个Post的请求 但是这个地方 不是formul data 可能是一些其他字段 那对于这种情况 出现的话呢 我们只用查一下 解决方法 非常简单 好 大家下个休息十分钟 感谢您的关键 感谢您能リ Enterprise